Default.html这个首页 那你会发现这个它预设值是有三个选项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边 开始之后呢有程式码分割跟设计 那建议你可以把它先第一阶段是设计 第二阶段呢就是分割 第三阶段最好是能够直接看程式码 那当然功力越高的就是会看程式码的 那你当然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目标 那我刚刚讲过什么叫价值 你的价值就是你能不能在一些效率上面 还有就是说你能不能在精确度上面 能够比别人更领先 那就是你的价值所在 那因为现在呢网页这种东西 对于个人啊 不管是每个人公司行号来说 这个应该都必备的啦 必备的能力 所以这里我想第一个阶段呢 你们先把设计先按设计好了 那设计完下去之后的话呢 根据这个题目的要求一步一步来做 首先的话呢第一个呢 它要求我们设定什么呢 页面属性 所以特别注意呢 按设计之后底下 其实本来就有页面属性 或者说调整成设计会比较好 对各位来说会比较能够接受 否则分割的话上面会有一些什么呢 一些出现很多 可能对你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东西 先把它遮起来好了 先把它展开来 第一个动作呢 它要求我们开启这个编辑 这个default.html编辑 然后呢设定页面属性之外观 所以这里的话呢 页面属性点下去 那要设定什么 这个设定哪一些 首先的话题目里面呢 第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做的是 这个哪些 第一个的部分 它要求我们页面的字型 所以字型部分呢 这边有预设的 那我们在这边箭头点下去 选择什么编辑字体的清单 那清单的部分它要两个字型 一个是这个所谓的标凯体跟心系名体 所以你就往下找 往下找 原则上应该在中文字这个地方 心系名体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的话 底下有个标凯体加进来 就这两个就可以了 加就是往左 就是全区的字体 按个确定之后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往下选 就会有你刚刚的这一个 在最下面的这个 有没有 清单里面就会多出一个 你刚刚设定的这个字 这两个字型 点下去之后呢 就完成了第一个动作 那第二个动作是 这里面的字型 要大小多少呢 14 那所以这里的话 请选择14 那特别注意哦 后面我刚刚讲过就是说 px是pixel 那我们这里要是pt 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你用px的话 字会很小 所以很多同学 设定的时候跟我讲 那字怎么这么小 就是因为你设定错了 所以要 如果错了这个地方 还可以再更改 那再来的话文字颜色 文字颜色是ff 所以这里的话呢 把它点下去 或者直接在这边输入就可以 直接输入紧 紧然后 三个ff 这样的话呢 这个颜色就出来 就白色的 背景就白色的 那再来的话呢 那接下来背景颜色 它要我们设定的是 颈1919 然后再来的话 背景的影像 不用设定 上下左右的边界都0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输入0就可以了 上下左右都在这个地方设定 好了之后的话呢 就完成了这个 第一体的设定 按确定就好了 好 那我们就页面的属性设定完毕了 接下来的话呢 设定什么呢 设定这个 ID为main的这个表格 要让它置装 背景颜色要是6个3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要先选取表格 那怎么选取表格呢 特别注意哦 你把油画先点在里面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哦 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些变化 在哪里呢 在属性上方 这边有一小列 这一列是关键 这一列实际上呢 就会透露一些 一些这个 需要去点选的 这个东西啊 那首先的话呢 你点在里面发现呢 你会看到有table table实际上就是表格的意思哦 那表格里面 井后面就是所谓的ID ID它要我们选择是 ID为main 所以你特别注意哦 这边是不是有 table 井 后面是main 还有井 这是什么 protection 这地方那我们要选 这一个是main的这一个选 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实际上就是选取它了 特别重要 现在是按下去的状态 然后呢 我们选它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那接下来 我要做一个什么 把它做一个置中 对不对哦 所以这里怎么去置中 点它之后呢 你会发现底下属性 就变成表格了 那接下来对齐方式 就是有个预设 预设的话 我们把它改成置中 对齐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修改这个表格的 对齐方式 再来的话呢 背景颜色 你会发现 早期的编辑器都会有背景颜色 不过在这里哦 没有办法修改背景颜色 怎么办呢 那有两种方式 在目前可以看到两种以上方式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哦 直接在程式码里面做动作 程式码里面呢 这边就有个table table的一些属性就在上面 table标签 不过这个对各位来说太难 我们再切回来好了 这个方法暂时放弃 第二种方式就是说呢 在修改里面 修改里面也会叫做 编辑 有没有 编辑标签 编辑标签点下去 这个修改里面的编辑标签 编辑标签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 就会出现什么呢 编辑标签 后面有个dash table 就是我们可以针对这个table 去做编辑哪些动作 那这个主要用意是 很多人可能对那个html 不太熟悉 所以呢 他就用一个东西让你不需要去看懂那些东西 但是还是可以做编辑 那编辑哪些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做背景颜色 有没有 直接在这边呢 输入什么呢 颜色哦 就是颈开头 一二三四五六 三个三 这样的话呢 按确定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动作了 好 那你会发现背景颜色呢 就会变成我们要的颜色 那这边的话颜色哦 就是 我记得应该是 好像是灰色的样子哦 三三三三 好了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在第三题哦 在ID也是一样这个哦 所以一样再点一下它 Table 锦 Man 其实就ID为Man 这个哦 意思就是这个 点下去之后的话 他要我们做什么呢 做 哦 这个表格里面的 第三 五 七到十三哦 储存格 列储存格哦 依序建立命名锚点哦 锚点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在第三列 那第三列在哪里 选取它之后 我们发现 它其实就是上面的这个表格 那我们可以算一下 第一列 其实哦 列应该知道吧 很像是列 对不对 那第一列在这里 一 有没有 二 三在这里 所以第三列在这里 对哦 再来是五 有没有 再来是七 所以 原则上是在哪里呢 在比较细的那个地方 比较有粗有细这地方 那我们在这个 这个地方 表格里面呢 去做 插入锚点的动作 那锚点怎么建立呢 我们先把游标 停在第三列的地方 锚点还记得吧 上106那一题就讲 锚点是到时候可以 跳到那个地方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锚点哦 直接特别注意 其实从 传统这边有个 锚点 有没有 一个锚嘛 对不对 另外呢 除了这里之外呢 也可以在插入里面找到 这个地方点下去呢 在插入里面的话呢 也可以看到 有没有叫做一个 命名锚点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个功能 那这个命名锚点呢 就跟这个锚点是一样的啦 那你看哪一个点比较快 当然点这里比较快 点一下就好了 那锚点的名称叫什么 我们就输入什么呢 输入A 直接输入A就可以了 按确定 那依此类推 分别就是在这边 再按一下那个 第五列的地方呢 再插入这个锚点 这就是B 按确定 那依此类推 所以总共呢 会有